HELLO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一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是福斯的Golf Golf的話我們廠裡面也有試乘車 這台也是七代的 那今天的直播的這一台 Golf我們應該直播過很多台 但是七代的Wagon Viren的話好像是沒有直播過 這台是1.4的16年款 所以我們剛好有安裝到 就跟大家來做一下直播的分享 可是現在是上班時間 所以背景的聲音會稍微比較草一點點 再請大家多多見諒 這台是Wagon的車款 那後面的懸吊系統其實它不太一樣 它有1.2聲跟1.4聲的 它的後輪的懸吊系統呢 有多連感的跟拖一臂之分 所以它的後懸吊呢 要特別留意規格是不是一樣的 那前面的部分呢 它跟一般的 譬如說GTI啦 Golf R的話呢 它的前面的懸吊系統也不太一樣 譬如說這個羊角的大小呢 這個是小羊角的 那GTI或者是Golf R的話呢 它的羊角就是大的羊角 所以這台是1.4聲渦輪引擎 配置的應該是7速乾式的DSG DQ200 它的原廠避震器的話 我們有沿用了原廠的後面的上座 這是後面的避震器 然後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話呢 KT就有附上座了 那剛剛說的羊角呢 指的就是這一個的直徑大小 這個是小羊角 所以這一個的話呢 是細的 然後GTI還有Golf R呢 是粗的 那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後面的車重的 這台車的車重 比一般的 還要一般的Golf的話 因為後面的 有多了一個行李箱 所以車重的話呢 也稍微不太一樣 我有查 但是忘記車重多少了 那後面的上座需要沿用 這個是多連桿的 所以他的後面的寬度呢 也是寬的喔 哈囉 俊賢早安 俊賢昨天剛捧場我們家的產品 謝謝捧場 俊賢的是T32對不對 後面的懸吊系統 他的上座的話在這裡 上座的沿用原廠的上座 上座的下方呢 他有一個可以調整阻尼的旋轉機構 從這裡呢 就能調整阻尼 像這樣順時針 變硬 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軟硬的調整 那他的後面的防塵套 還有饅頭呢 這個都是專用的規格 他的密合度都很好 他的行程在這裡 那他的彈簧呢 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不是拖一幣的系統 所以他的後面的話有防晴感 也是一個多連感的結構 今天預計後面的車高呢 大概兩指幅左右 所以這台車呢 其實能夠降的很低 要降到輪胎上緣跟葉子板切齊的話 也都沒有問題 但前提是輪胎的規格要正確 譬如說他原廠的17寸的話 是2254517的規格 所以今天的輪胎規格呢 還是維持原廠的 他的後面的懸吊呢 五代六代的固定點 之前直播中有跟大家介紹過 是固定在仰角 那七代的話呢 為了讓他操控更好 所以他把他的避震器下方的固定點 就固定在那個下直壁上面 所以他的後面彈簧 我們配置的是六公斤的彈簧 那車高的調整呢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如果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幾乎每一個影片當中呢 都會特別跟大家做交代 他的車高調整呢 並不是靠這個桶聲來做車高調整 他的車高調整呢 是從彈簧上方Hiro Key這裡來做調整 所以他的桶聲長短呢 來取決彈簧的預載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桶聲呢 調得太短的話 他的彈簧預載就會過多 可是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比Toybit還要來得好一些 因為呢 比較不會有安裝上的實物啦 因為這裡如果調得太短的話 那這一顆螺絲就鎖步不到了 所以這樣的懸吊系統 要安裝大幅的實物的機率呢 就相對比較少一點點 這個車主呢 他還有改了後面的強化的離載串 在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是後面的那個防晴桿 也有加速的防晴桿 那這一台車 如果後面要降到很低的話呢 其實呢 也還可以用原廠偏心螺絲 原廠這個仰角的內側呢 其實是一顆偏心螺絲 從那邊呢 就可以做CAMBER的微調 那如果有要降 有要做特別的角度 或者是有要降特別低的話呢 才需要改仰角調整器 或者的話呢 用原廠的偏心螺絲 幾乎都能夠做到補翅胎的程度 所以這個仰角調整器的必要性呢 就沒有像CIVIC 8代 9代 或者是Focus呢 那麼的迫切 因為這個底盤的話 它的CAMBER呢 是能夠做微調的齁 今天預計後面的車 原廠的後車高大概是三指半左右 所以它的預計等一下降到大概兩指幅 那兩指幅的車高也差不多是 一般我們車友常常在改 艾拔啦或者是HMR短彈簧的車高 也沒有很低啦 但是就是降下來之後的整個 呃視覺效果呢 就好很多齁 那我們來介紹前面一下 前面它的避震器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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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順時針變硬,逆時針變軟,所以它的阻尼調整也相當方便 只要稍微把試蓋掀開之後就能夠自己調整 後面的話,如果車高降低的比較多,就需要把車子稍微撐高之後 才有辦法伸到後面避震器上座下方去調整阻尼 哈囉,陳勳,早安 這裡的話是1.4升的渦輪 這個是7代維根的前面避震器上座 那它的前面呢,因為1.4的車頭重量稍微比較輕一點點 一般的版本呢,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胖胖彈簧 然後它的彈簧公斤數是7公斤 那有一些固定的,像是離載串的話呢 不需要再換強化或者是另外再花錢改離載串 因為呢,就直接鎖附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方式呢 其實在Golf上面有一個比較大的好處就是 它的固定點跟原廠位置一樣 那它的第一個,也不需要再分左右邊 第二個,它的長度比較長 當避震器在轉向的時候呢 它的作動角度呢,比較不會那麼大 所以這個腳管的方式呢,其實也陸陸續續 從好幾年前呢,就一直有做設計上的變更 那到現在為止呢,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呢 是最成熟也最耐用的方式 那這個,這樣的超路式的腳管呢 就沒有所謂的那個油管固定架 或者是ABS感應線 它的固定位置呢 原廠就已經設計在其他地方 那這個是前面有改裝的 Harris的加出的前面防晴桿 這一支藍色的 那前面車高的調整就跟後面不一樣了 前面車高的調整呢 這個局部是不動的 因為彈簧預載呢,我們在出廠的時候就已經預載好了 車高的調整呢 是從這個地方齒輪狀的銀色托板 把它懸鬆之後 這個藍色的腳管呢 如果往下延伸的話 長度變長,車高就變高 那往上縮短,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這個的長短就來取決於它的車高 所以剛好今天早上也有一個Artist的車友在詢問說 那調高跟調低是不是乘坐感覺就不一樣 但KD的話是不會 因為這樣的設計呢 它是靠桶聲可調 所以這個局部不動的話呢 它的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呢 就都會一樣 那阻尼用油的部分呢 所選用的是 意大利一整桶進口的IP阻尼油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穩定度的話相當好 油封的話呢 使用的是NOK的油封 這台是1.4的 維根這台也賣得很好 因為它的空間 後行李箱的空間 比一般的Golf還要來的大很多 好 好 都OK了 電子可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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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我們要準備上開了 因為已經安裝差不多了 这台是多了一个后箱的空间 这台的话是一般的Golf车系 所以它的后座的空间 行李箱的空间就没有办法像Viron Vegan的话那么大 那如果更大型的话 比如说PASA 它的后行李箱的空间更大 容量更大 好的以上是今天Golf7 期待的Viron的直播分享 那如果呢有需要试程的话呢 再请跟我们的KT的小编联络 主女友需要更换吗 主女友KT的用油呢 其实相当不错啦 用IP的 但是呢即便这么棒的主女友 他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还是会略化 那略化的检验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自己车主的话呢 可以自己检验看看 如果刚装的时候很好做 可是开个三年四年之后 乘坐的感觉呢 变得比较死硬的话呢 那有可能是主女友已经略化 那就可以考虑的来更换主女友 但是KT在维修的时候呢 不只会更换主女友 那有一些相关的耗材呢 譬如说油风之类的也都会一并更换 所以都是可以维修的 因为KT本身就是制造的工厂啦 所以可以维修 可以针对任何一个单一的零件呢 来做态换 谢谢陈薛的问题 这一个是原厂的 应该是原厂的铝圈跟轮胎吧 225 45 17 这是PS4轮胎 所以KT的话呢 都是可以维修 可以更换主女友的 就跟便服箱有一样 时间到了呢 就可以考虑要做态换 OK 以上是今天的那个直播分享 那谢谢大家 拜拜